这个家暴的处理流程 原则上面在我们之前已经谈过 整个主要的流程 就是在14页的那个图 因为其实家暴这一块 在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案件里面 它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你会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里面 其中我们一开始 只要接到通报之后 通报之后就应该会开始进入所谓的调查的状态 调查的事件 所以你会看到可能通报 然后确定要接案的话 通报之后进入接案的程序 我们确定接案了 那他就会进入所谓的调查访式的阶段 所以我们会来到了这个调查访式的这个工作里面 就会在这边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会进入访谈 然后也会了解他的那个家庭的一些状况 那当然后面会有一些有关于处理 怎么处遇 然后你要拟定什么计划 然后追踪辅导或追踪处理的那个后面阶段 那个后面那个整个阶段 就其实是我们整个所谓的家庭社会工作 会介入的那个整个过程 那其实在这整个流程里面呢 其实都可以算是我们所谓的家庭社会工作 要做的事情 那只是说其中有一段叫做调查方式 那我们就把这一段特别挑出来谈 因为这一科他会特别有考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去了解说调查方式其实是从这个流程里面的 其中一个部分 好那你会看到的是第15页这边 第15页这边 第15页这边呢有一个派案接案 这个我们曾经有谈过了 好再过来呢 16页这边 16页这边呢我们会了解到 你可能会与通报者会进行 第一次的 你第一个接触到的人会是通报者 就是通报的这个人 那这个人有所谓的责任通报人 就是我们法规上面 家暴法上面有规定的 或者是我们的儿童及少女 另外一个通报的责任 其实通报责任上面 有所谓的责任通报 那什么叫做没有责任的通报 也就是什么好心人事通报 左右邻居 三姑六婆 那一种通报就是他其实没有责任 但是他就是好心 就觉得不行 我看到这种路见不平 我今天要拔刀相助的这种人 就是那种不算责任通报 那个就是好心人事 那责任通报就是法令规定的 在法令规定的 这些人要通报的人 好 那目前呢 比较会有的 可能会有家暴法 会有一个通报的 那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 那另外一个法就是儿少法 那这个儿 这个部分呢 虽然没有独立考一科 就是家暴法有一个考科嘛 那可是儿少法没有一个独立考科 可是儿少法你必须要 还是有一些流程的部分 你还是要会了解到 那其实就跟我们在谈家庭社会工作的时候 的一个处理的状况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他把法条的东西 落实在我们处理家庭社会工作里面 那其实是谋合的 就是一致性的就对了 好 你看到儿童 我们会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法是全名 所以你在后面看到 有所谓早期的就是儿少 早期是叫儿童及少年福利法 好 这个呢 你就把它改掉了 这个就把它画掉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法了 就是这个法已经改成这个法了 所以我们的资料上面可能还是会有 就是有看到类似这样子的名称 那其实呢 它只是法条的名称有做一个更动 加上权益保障 它修法内容比较多在权益保障的这个部分 还有保护儿童的那个部分 那至于在整个通报流程上面 然后它其实没有做的什么更改 就通报其实流程已经都建立起来了 OK 好 其实早期就是通报流程是最早开始建立出来的 然后因为有儿童的事件发生 所以通报其实是很早就开始做的是一件事情 好 那你会看到呢 这个16页这边呢 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跟这个通报的这个制度的 这个责任通报人 然后会做一次的初步的会谈 那可能这个责任通报人也会做一些说明 那当然热心公益人士三姑六婆 当然也会出来说明 那这个也是我们上次有谈到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一个叫调查访式的16页下半段 那个刮胡三调查访式的这个部分 OK 好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调查访式这个部分呢 你会看到的是它的访谈的内容这边 访谈的内容这边 我们知道说它其实这一个访式呢 最主要的目的是在16页的下面 刮胡三调查访式的第一小点 好它有三个目的 这个我们谈过 然后17页这边呢 有第三点调查访式的内容 好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去了解一个受虐的一个家庭 就是受虐儿童的家庭 我们大概要从了解哪几个层面 OK 好这个部分是要先去了解的 好 好接着看17页这边 17页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受虐者访式的这个部分的技巧 17页的下面这边第六小点 好第六小点 就是你对于受虐者的访式技巧 然后还有就是加害者施虐者的18页这边的访式技巧 好那还有综合你要注意的事项 因为呢我们在第一时间点 我们会去到他们的家里面 好那去到他们的家里面的时候 当然调查官很可能不会去 那可是你要了解一下也有可能会去到 就是看情况 就是说你不是先第一时间去 但是事后你应该也会去到 好所以你还是会去到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那你会面对到的就是量兆 那施虐跟受虐的 好那我们大概要怎么跟他们互动 稍微到位了解一下那个技巧的部分 好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在社工里面的 厨域的第一次会谈的那种技巧 是相呼应的OK 好那我们看到17页这边 你会看到的是 你会向受虐者说明 好第六 我们直接看到第六点 就是你会直接向 这个受虐者 好会说明说 就是被害人 这个相当于是被害人 你就当然你会知道 你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身份 好说明身份画起来 瓜虎一 其实他是在做说明身份 你第一个去到人家家里 你一定要先说明身份 好那第二 瓜虎二这边 好那你就要说访试的目的 好要说明访试的目的 好当然了 你不能说我来调查的 你当然是要说我来关心的 好就是说我来了解 好来关心 好就是你目前的一些状况 好有没有需要什么协助的 好所以 所以其实一个是目的其实是关心 然后关心他的感受 然后还有就是要怎么帮助他 帮助协助 好 瓜虎小三呢 你会看到减轻受虐者的一个焦虑 减轻受虐者的一个焦虑 的这个部分 好这个减轻焦虑 所以你可能会 假如是在学校的话 你可能会到一个被干扰的一个地方 就所以 所以你可能会谈的地点 很可能是在他的学校 小孩子可能继续上学 然后那很可能也在家里 然后也很可能是 因为这边讲的 比较是针对儿童虐待这个部分 好所以 你访谈的对象很可能就是 这个儿童 那当然你有很可能访谈对象 可能是成人 好 青少年都有可能 好 所以原则上面都不变 好就是这些原则 好 好再过来 好瓜虎三 瓜虎小三 就是减轻焦虑 然后适当的地点 地点画起来 就是瓜虎小三的第二行 有地点两个字画起来 然后瓜虎小四呢 倾听 那倾听当然是 嗯 我们知道 就是 了解 他的感受 然后 然后去 等于是有同理的 这个部分会出来 好 同理 同理心的这个部分 会出现 好 请听瓜虎小四的 同理心会出现 那他 你就是希望他告诉你 他目前的一些感受 那还有他的情绪的 就是宣泄 或者是情绪的 这个安抚 好 这个部分也要做到 就是瓜虎四的这个部分 好 那瓜虎五的这个部分 然后你要收集 收发生的事情 好 发生的事情 好 是什么 怎么发生 就是说你要了解 具体事件 瓜虎小五 你可以注明一下 你要了解的是 具体事件内容 具体事件内容 到底是什么 好 那你当然 然后你会针对不同的老人 然后 或者是小孩 或者是妇女 或不同的问法 对不对 那只是说 在小孩的部分 你可能就不能问说 一直问说 为什么 之类的 因为小孩 可能回答不出来为什么 我只知道我被打得很痛 这样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可以告诉你 我怎么被打的 被拖到厕所 被拖到大门 然后或者是 怎样从床上摔下来 或怎么被处理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为什么 因为爸爸喝酒疯 然后发酒疯这样子 顶多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他 小孩子其实不能敢 比较不能够去解释 背后的整个家庭因素 对 那再过来 我 尽量 就是 对小孩子 你可能看到 瓜虎小五 这边有两种 整个要技巧上面 你可能到后面两行 瓜虎小五的最后两行 尽管 简洁而不复杂的句子问问题 就是用简洁不复杂的句子 也就是说 你可能本来一个问题 要拆成三句话来问 那很可能我们问大人会说 你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用什么东西答 用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有怎么样吗 我们通常问一句话 问大人 你都要问三个 这个其实包含了三个小问题 在哪里 然后用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怎么样 那你对小孩 你可能就要分成三个部分来问 那先问他在哪里 然后呢 用什么东西 然后在最后 他回答完毕再来问 说结果怎么样 对 然后结果就被打得很惨 然后冬子一块清一块 然后被流血 然后就会露出他的伤痕出来 之物之类的 因为 因为其实最近有一个广告 就是在广告这个儿虐的 就说 小明今天放假 小明今天要跟学校老师请假 这样子 就是他就打 爸爸就打电话到学校去 小明今天身体不舒服要请假 然后回头呢就继续打小孩 然后就把小孩 用烟头烫得清一块 然后最后画面呢 他就秀出来 小孩子的那个样子 就是 这皮肤的样子就是清一块 然后还有烟头烫的那个痕迹 然后他就呼吁说 请大家呢 要小心 要注意 这个左右邻居要多关心 这样子 有没有发生什么 然后学校呢 老师也要多关心 看儿童没有来上学 到底是真的不舒服 还是爸爸在家里处理他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看到是这样子 好 来 瓜胡小六 尊重 尊重 他用他可以理解的方法 理解的方法跟他互动 尊重 就是用他可以理解的方式尊重 他可以理解的方法 这个情话起来理解 就是用他可以理解的方法 可以理解的方法 然后 那这些可理解的方法 包含是问的问法 对不对 然后包含是他情绪上面的 或者是有一些比喻 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可能小孩子 会觉得是爸爸妈妈管教 那他很可能不知道 他们在什么原因打他 可是 那你就必须要用他可以理解的方式 那甚至说用画的 好 我们曾经谈过 就是说你要用他可以说表达的方式 第一 瓜胡小七 像受虐者保证 他不需要为虐待跟调查负责任 然后减轻他的受虐者的罪患感 因为他是举发他的家人 就是说他是等于是 把他的爸妈的恶行恶状都告诉你 这样子 然后他其实幼小的心灵也是会受到伤害 就说其实我是在告我 曾经抚养我的家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是减轻他的罪恶感 那这个罪恶感是内疚 包含就是内疚的感受 好 瓜胡八 诚实回答受虐者所提的问题 例如他会问说 我会不会被 再被打 就是说我讲出来之后 我会不会再被 被爸妈打 然后或者是我 我还要回去那边吗 或者是我爸妈会怎么样 就是说我讲出来之后 他可能也会想到这个 然后我们必须要跟他说 那他你要保护 我就会保护你的安全 那你可能会 先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 然后诸如此类的 然后去安置到什么地方 然后会有什么 新的叔叔阿姨会照顾 就是说你可能会要诚实的回答他一些 他担心的问题 这个通常要诚实回答 都是他担心的问题 他不会问说 我可以去哪里吃晚餐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去吃麦当劳 之类的 那他不会这样子问这些 这样子的问题 但当然你可以说 等一下我们来去吃麦当劳 这个是可以的 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去哪里玩 这个我可以带你去走一走 这也许是可以 可以缓和他一下他的情绪的 也许可以 那 那 刮呼酒 避免评论施虐者 因为毕竟他们是他曾经 生爱的父母或照顾他们的父母 OK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大概会知道的 所以 所以其实不外乎是针对他的感受 开始先去安抚 先去了解他内心的感受 然后还有就是 接下来他会遭遇到的问题 然后你可能要回复他 诚实的回复他 那 在这整个过程 其实都是用尊重 然后倾听的 真诚的 这种方式来呼应 来对待 那 最后当然你要很 很 很能够了解到 就说 其实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定要问出来 不能 不能 就是说安抚了情绪之后 你还是要问出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 那你可能透过照片也好 或者是透过 因为会有一些现场的照片 因为我们去调查 就是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照相 然后照相之后 我们可能会跟他谈 然后 可能拿照片给他看 然后某一个角落 或是什么的 他会有一些印象 就是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可能他都会有他的记忆 就是我曾经在那个地方被打 或者是我曾经在那边 被怎么样子处理过 所以 所以他就会 他就会告诉你说 他想起来的 所以你可能会用一些照片 或者是图片 或者是他画画的那个 这个脉络 然后去触发他一些思考 然后去让他连接起来说 他到底怎么被对待过 那这个是比较有二次伤害的可能性 就是有二次伤害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为了要减少二次伤害 那我们通常呢 就会怎么样 带到一个比较安静的 比较安全的环境里面 来做一个询问 那我们当然不可能 从他家里 对不对 马上就在那边问 对不对 因为第一时间我们不可能 第一时间我们一定是处理紧急状况 那他可能受伤了 我们就先带他去医院 那他可能爸妈很吵 那爸妈还在酒醉中 或者是还在咆哮当中 那我们当然是 他们意识不清 我们当然是要先隔离 对不对 那所以他会被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安置 也有可能 然后所以我们可能谈的时候 是在新的一个安置的地方 或者是这个事情当天已经结束了 可是他的确有什么 虐待的事实 那我们就后续要报调查 那后续要调查的时候 有可能是什么 他在学校上课 然后我们会去学校找这个同学 那我们跟他谈这件事情 那谈的过程当中 当然他不是在家里 所以他会比较 有一些地方可能会遗忘 或者是有一些状况 很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 或者是他不愿意讲的 这些我们都要去怎么样 进步的去了解 就是慢慢的去了解 当然这个方式很可能不是一次 你会调查完毕的 好就是说 你跟这个儿虐的个案 你可能跟他建立关系之后 可能了解 跟他聊天不止一次这样子 对 所以 这是整个 我们在了解整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处理到的 当然你要了解到说 虐待发生24小时以内 你要完成一个调查报告 对不对 那当然有你的难度 好那我们就尽可能 好调查出这些这些项目 好那那 当然后续还有后续的访谈 还是会有后续的访谈 好 这是第一次我们在面对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有的心理准备 好面对这个受害者 好那再过来18页这边 就是对于这个加害人 通常是爸妈辈的 好就是叔叔阿姨啦 好这一类的 好那这一个我们第一次跟他建立 关系的时候 其实他们其实是抗拒我们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是 怎么样 来找他们麻烦 然后调查的 然后要把他们的罪行 恶行恶状给他揪出来的这一群人 好所以 所以你必须要建立关系的这个部分 他们就是属于我们一般社工里面讲的 非自愿性暗主 或者是我们的助人工作里面 常讲的一种叫做非自愿性暗主 就是各位在学那个社工的基础的概念的时候 一定会谈到这一种暗主 好有一种暗主是非自愿性暗主 好那他们就是属于那种不配合 然后呢 他们不是主动求助的 他们不是主动求助 然后他也没有意识要求助 好他也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 有可能是理所当然的 好他们不承认错误的 好这一种的 就是他是典型的非自愿性暗主 就是不主动不承认 然后不觉得有什么事情 所以有一点就是比较难处理就是非自愿性暗主 好 好我们会看到这个是非自愿性暗主的这个状况 好第七个就是施虐者的这个技巧变得比较重要 好在接下来呢 然后你会看到第八点 第七点 第十八页的第七点 这边对于施虐者受访的技巧 瓜虎小一 你看施虐者第一次会面应建立合作 互信为基础 就是说你对他 你其实要采取一个比较信任的 好就说你们要建立一个什么开放的接纳的态度 就是说我们不同意他的行为 可是我们要先接纳这个人 就像我们的社工的什么原则 就是说你可能会对他有一些批判 有一些批评 可是你还是会对于他的行为 可能有点不齿 好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你就是坏透了 就是我们的内心可能打从心里就是怎样 很讨厌这种行为 就是觉得太不应该了 那可是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工作者 我们要去尽情了解 我们总不能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你真的坏透了 你做这个事情真的不应该 我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 你再不跟我配合好好讲 给我乖乖讲的话 我就把你打出来 就是诸如此类 我们不是警察问案 警察可能会醒酒 对不对 那基本上我们不能用行求的方式 去把它打出来 打出来 你就给我写白紫黑字 然后给我写字白书 然后给我干嘛干嘛 然后反正你就一定要写说 你的虐待的事实写出来 就是我们的角色不是警察 那我们的角色基本上我们是有后续的处域计划要做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那个处域计划其实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不把这个人当做是什么十恶不赦 就是没有什么悔过之意的 就是说我们觉得他应该只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他这个状况 那你会看到像是很多杀人犯或是很多死刑犯 那他们基本上都是犯了很重大的罪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是他们犯罪这件事情是法律定罪的 是法律 在法律上面他们的确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然后他们而被判刑死刑 好 那可是今天假如我们就一个工作 加害人处域计划的方式来看的话 我们希望他在面临死刑的那个最后一个这个阶段里面 他可以怎么样承认他的这个错误 然后而且勇于面对他这个错误 然后而且他可以接纳他的所作所为 其实是因为有某一种因素某一种他成长背景的因素 或者是他社会背景下的因素 或者是某某心理不满的因素所造成的 你要让他去理解到其实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并不是什么他爱的 就是他不是他自找的也不是搞不好不是他自愿的 很可能是他有很多成长背景是受虐环境下长大的 然后他或者是他有早期有什么情绪不被满足 或者是需求不被满足的状况下 可能影响他现在处理事情的方式 那所以这些事情 然后对于他处理死刑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改变 就是他已经杀了人这件事情 酒驾已经撞死两个人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 这种事情我们根本不能改变 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一件事情是 他本来不承认错的 然后可是后来到他死刑之前 猖獗之前他承认他这一段过程 他的确做错了事情 然后而且他有心就是悔过 然后或者是有心可以把他的什么器官 或者是他的所作所为 然后可以做一个什么 有悔意的表示 好就是说 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希望 那个加害人的处于计划 假如他今天还不到死刑的这个状况的话 他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有期徒刑 或者是有被关几年这样子一个情况 我们希望他被关出来那之后 他就不要再去加害人了 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建立关系的目的是这个 而不是我们要来判刑 要来给他怎么样 向警察问案这样 所以我们的那个技巧跟警察问案 会不太一样 好不好 警察问案就是很可能就是 你要认罪用硬的软的 就是要你认罪 就用打的也要打他让你认罪这样 那可是我们通常是为了要改变他的一些认知 或者是他后续有一些服务工作 我们还要做 所以我们建立关系的方式 要建立在一个合作跟互信的基础上 OK 那这个是对于肆虐者这个 就是所谓的非自愿性案主这一块 我们会做的 所以各位可以回去翻之前的那个社工基础的 那一个部分的讲义 我们有其中有谈到非自愿性案主的部分 然后可以回来再复习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一块 家庭社会工作家暴这一块 就是很多时候都会面临到 跟非自愿性案主的互动 对 所以很可能在考那一块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考到非自愿性案主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在那个就是跟我们讲的其实差不多 就是跟这里谈的那个技巧这个部分 其实是一致的 OK 好 好 好 再过来你会看到18页的第7点 凡事事虐者的技巧 瓜胡一这边第一次会面这边 合作互信为基础 合作互信为基础 所以一力辅导的之进心 所以你是有一个辅导的用意 然后或者是处狱计划的用意要进心 对 对 对 大 means 别想 saying 能否 对 对 一切 对 对 要